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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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多少年来翻看军旅照片 侯亚丽总有些骄傲 因为无论如何深陷险境 他都未曾从战场退却 尤其是最为传奇的一次经历 电话里面蹦了 我以为那个电话要接电话 我这一拿起来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怎么 我就撒一下子 撒就打出去了 打出不知道发生什么 这就也不知道怎么掉下去 怎么掉的我都没有知觉的 原来被美军炸断的高压电线 搭载了电话线上 接电话时 强大的电流击飞了侯亚丽 它掉到了不远处的山崖下 天亮的时候冷死了 我说这是在哪 一天下面才知道我在树上 两个山之间 有灰音都喊我 亚丽你在哪 白天找亚丽哪去了 找着这个人呢 这是侯亚丽最接近死亡的一次经历 悬崖高度有一百多米 侯亚丽抓住峭壁上一根较粗的树枝 才没有掉下去 战友们寻找了两天 才发现他微悬在峭壁之上 山上当着腾子变的时候心里狂下来 我心里还心里跳啊 哎呀可别抓不住啊 我诚恳地抓住身 我说这个脚踹踹着那框了 上面就知道我有踹了 但是我这一踹那个树掉了 我在大约时间九点 就那个禁不住 都经常说 你这个大名鬼又没死去 头发也烧了 头上都是身上都 衣服都烧得破破烂烂烂的 发生什么丑相都漏了 在九死一生的朝鲜战场 凭着身上涌动的血性 和不屈的意志 侯亚力穿越了战争硝烟 书写了一段属于自己 也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金国传奇 朝鲜战场上 顽强的战斗意志 不仅表现于 如侯亚力一般的个人 还包括一个个 以血肉铸就的英雄群体 在这些壮烈的夜晚 在北朝鲜的山越地带 密集的炮火轰鸣着 不管敌人用 多么猛烈的炮火来攻击 要想越过这条防线 是不可能的 1952年10月14日 上干岭战役打响 联合国军不计成本地在这里 倾泻了海量弹药 对志愿军阵地 进行毁灭性打击 创造了当时 人类战争烈度的新记录 猛烈的炮火和炸弹 并没有让志愿军屈服 反而激发了志愿军 惊人的血性和胆气 43天后 直到战役结束 志愿军依然在阵地上屹立 当年18岁的邓章德 至今难忘那些血脉奋章的激战时刻 这是王爷宁 这是一才秀 一个是王石佑 一个是天才我都忘记了 几个人 这是1953年10月 赫隆率团赴朝鲜慰问时 和第十五军四十五师参加上甘岭战役的部分志愿军英雄的合影 照片中有五名特等功臣 仅靠赫隆身边的就是二级英雄邓章德 邓章德入朝时只有17岁 外表看起来还像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 然而 稚嫩的外表下隐藏的 却是军人的坚毅与血腥 因为我的国子很小 还有邓小鬼 上面就跟我的称号说 哎呀他邓小鬼 送行比电话多快 10月19日 战斗打响的第六天 驻守在坑道的战士们 开始全面反击 当时作为通信员的邓章德 要穿越敌军火线 给坚守在敌军碉堡附近的战友 传达反攻的命令 我拿了一个角落扇就传到身上 顶他着迷 他倒又不动他 稍微一黑一点我就往上爬 个顶他一直都都的 一直往我们啃到口里面打 我的手 再打几个电视 也就是两三秒钟 打一个电视 打了五个电视 我就把肯定 啪就跑就转进去了 我说我们今晚上 大概十点钟左右 要继续扳机 1952年10月下旬 在上干岭阵地争夺 作为激烈的时候 邓章德主动请求 坚守阵地 这是他第一次 直接和敌人交互 好多战争都歇事了 一定会歇事了 这保重 整个阵子三十八公尺 整个五个人 今天来个保护性的进攻 一个影响我们这个进攻 今天我就坐得很近了 不到十公尺 那个跑得最近 我就打死了一个 我连打点函 我说啥呀 不管这么大 我们的手都整地 二十四个小时 这个一直受到 天命 邓章德和战友 在二十四小时内 击毙大量敌军 班族五人 荣立集体一等功 邓章德 荣立特等功 被授予 二级英雄称号 上干岭战场上的 英雄儿女 层出不穷 就在距离邓章德不远的 537.7高地北山 一个更为壮烈的故事 发生了 山东战事高守渝 独守阵地近一天 而他身后 就是重伤的弟弟 高守荣 他跟他弟弟是一起参军的 而且在一个班 这种情况也很少 其实 所以呢 那他倒很同心了 战地记者贺英芳 曾参与采写过 《战斗在朝鲜前线》一书 当年采访的那些英雄里 令他印象最深的 就是高守渝 就组织到 私里做巡回报告 那个宣教科呢 就派我 带这几个英雄 陪他们一起去做巡回报告去 二级英雄就是 高守渝上个领的 刘宝成 这个班长 这个班长还带了六个战士 就有高守渝上去 六号阵地 这是班长牺牲了嘛 后来别的几个徒子 也都牺牲了 他自己一个人在那里 没有手榴弹啊 什么打击 尽管过去了 七十多年 每当翻开书 那个英勇无畏 高大的山东汉子 仿佛就在眼前 但在采写高守渝的时候 贺英方发现了英雄 心中的隐痛 他先打了敌 打了没有了 他就想到 在后面去拿弹药 拿弹药的时候呢 就发现他的弟弟 在那库上躺在那个大石头后头 躺在那里 躺在那里 那怎么办呢 本来可以叫 把弟弟背下去 但是敌人来了 那他都不管地点 就说你现在在那里待着 我把敌人打退了 我再来 他山东高着 山东大高 嗨嗨的 你想想那个 本来山东都挺好棒的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 什么也不想了 就打吧 最后打了 六次反扑 打了以后 其中他人回来 弟弟已经 没有了 那整个一个大弹坑 什么都没剩下 弟弟打飞了 都等于 无论多少年过去 柯英芳都不会忘记 高手于说起 弟弟时的心痛表情 他不但血肉无存 甚至 没留下一张照片 说老实话 那英雄太多 你这次写不完 有些人连名字都搞不清楚 都是无名英雄 都是烈士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中国人民志愿军 敢打硬仗 恶仗 这种压倒一切敌人的血性和胆气 将永远标秉在 人民军队和共和国的史册里 人的就是 美国 elas 都交出 都是商eme 没负责 我上次很瘦 我們裡面好多宅 都其實是吧 如果可以平時再平下去 其實也是光榮的 在朝鮮呢 我不存在害怕 你活著是有任務的呀 你要死了 任務沒完成 是都把任務看得低的 看到我的任務還沒完成 那不行 我不能離開真地 我在哪兒 哪就是真地 哎呀 我在朝鮮幾次光頭 幾次偷偷 幾次燒到胡蘿蔔絲 還沒輸了